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会是四海龙族的王 好事 定不负太子所托 龙族这么爱自抬身价 我就让他们抬个够 抬到身价飞长 抬到浩天发怒 那时天庭将成为我姚庭最锋利的刀 我教有一大星之计 名为西游 就在不久前 二位师尊算到西海龙宫内 有一机遇 西海三太子 乃是西游计划的关键任务之一 这便是你们屡次向龙族下手的真正原因 是 也不是 木下龙族有意加入天庭 这与我教而言相当不利 想来这也并不是太子您愿意看到的 太子不妨考虑与我教合作 你们西方教当真思虑周全 连龙族之事也替我想好了 那我麾下的妖族 你们是不是也要管上一管 太子多虑 我就定不会干涉妖亭内务 京产 上一次想开东海海眼的人 是你吗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你若与我教合作 龙族之事自可卸上 龙族之事 存不到你们西方教插手 我很快就会去找龙族接洽 想合作 就拿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对了 多宝文体 乃天地间第一只寻宝鼠 打动 这是什么神通 竟能越过隔绝大阵 那我不也能借到溜进去 行走在这土洞之中 仿若自己已超出天地间 不存于我行中 隔绝大阵如同虚设 这就是结教大师兄真正的实力吗 这世间除圣人之宝外 我倒不知有何法宝 能影响到我的命数 此物取自我教镇教之宝 十二品功德金莲 渴望因果 殿吉凶 太子 不防一关 这是 顶头七戒书 顶头七戒书 既重为妖庭高手之力 逃避千万年 逢于近日猎成 哪怕圣人也未必知晓此书 竟然 要除掉卢鸦 得先对付他的法宝 斩仙飞刀 斩仙飞刀是物理攻击技能 但 顶头七戒书却是阻受技能 隔空便能将赵公民那样的准圣周死 若想解决他 只有找到他的克星 落宝铜钱 此宝 本是人黄大羽 确立俗世买卖之事时 打造的贤壁 后因天道降下大量功德 使他有了大威能 可落出先天至宝和兵器以外一切的宝物 要寻得此宝 去拜访人黄大羽 前方便是火云洞 历代人黄隐居修炼之处 居然设置了进洞密码 还得破解藏在里面的挂像 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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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